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白鹤,感谢您的关注 今天要分享的文章是《提升格局》,一起来听 大格局对小格局是一种降维打击 得其大者可以坚其小 格局大的人对格局小的人就是一种降维打击 比如,如果你遇到一个人,信息密度和知识层面都远高于你 并且愿意俯下身去平等地跟你交流,尊重你的想法 时不时提出一些你没有听过并点头称叹的想法 那么这个人的格局一定高于你 归结到自身,道理类似 我们所有的痛苦,都不是痛苦本身 都是面对人生问题的看不穿,想不通,说不透 换言之,也就是格局不够 困佑于自身的时候,才会一夜障磨 境界,想法提升之后 人生才会豁然开朗 当你打开了自己的世界,提升了自己的思维眼界 从小格局走向大格局 相对于过去的你,也是一种降维打击 这才是一个人越来越强大的终极密码 为什么要提升自己的格局 很多人会问,为什么要提升自己的格局 保持简单不好吗 这当然没有问题 但当你的格局提升,层次提高 你就会发现,格局越大的人 越会互相尊重,互相关照和支持 而越是底层的人,越是互相倾压,互相拆台 并不希望你过得比他们好 格局提升,决定你会待在什么样的环境 遇见什么样的人 你一定要远离那些见不得你好 诋毁你,消耗你的人 跟有格局的人一起同行 才是你最该走的路 提升格局的四个阶段 第一,读万卷书 当别人在谈论莎士比亚 你只能谈论晚饭吃了啥 当别人讨论最新社会趋势 你只能谈论家长里短 书以上两种话的人 大概率不会相遇 即使遇上了,也不会长久 想要提升自己的见识 读书是门槛最低的一种方式 读什么样的书,有助于提升格局 知识类的书 帮你不断拓展认识世界的过程 技能类的书 帮你更顺畅的工作 不被时代抛弃 思维类的书 帮你尽力完善的思考认知体系 懂得如何解决问题 提升认知深度 审美类的书 帮你提高文学素养 能去拥抱更高远的世界 历史类的书 在人类文明的这些宝贵财富面前 你读到的每一句话 都可能拥有引导你改变人生格局的力量 第二 行万里路 一个人要扩大格局 要敢于走出舒适区 去见那些未曾见过的风土人情 去经历未曾经历的人生 千万不要把行万里路理解为简单的 上车睡觉 下车拍照时的旅游 行路最重要的是经历 人生的很多成长都是由经历带来的 当然 经历只是诱因 归根结底还是思考 没有思考 经历再度也不会改变 第三 悦人无数 一个格局大的人 一定有开放的思维 懂得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他人 不会因小事而与人斤斤计较 更不会另于承认别人的优秀 与人交往时 不先入为主 不以己度人 不随意对他人做论断 沟通交流时 懂得出言有耻 说话有德 嬉笑有度 发表见解时 谨记换位思考 不让人难看 与人合作时 能宽以待人 言于律己 以身作则 第四 高人指路 寒寒说 也许你的极限 只是别人的起点 有时候 高人的一句话 胜过我们几年摸索 在你陷入困境的时候 你就需要高人指路 高人能够指出你存在的隐藏缺陷 告诉你当前的状态是一个必经过程 解除你的迷茫和困惑 为你指出正确和合适的努力方向 当然 高人是否愿意为你指路 就要看你的潜力 人品和毅力 要么让他们看到你能成就事业的潜力 要么让他们欣赏你的人品 又或者你凭借妻而不舍的毅力打动他们 在没有遇到高人之前 可以按照上面的三点去做好自己 心中有大格局的人 如同站立高地 望得见前路坦荡 一身之其路迭障 一城一城的出发 一期一会在当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